12月2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美国一家名为Strider的安全情报公司发布了一则关于中国量子物理技术的报告 这篇名为《量子之龙》,中国如何利用西方政府的经费和学术机构在两用量子科技上实现超越的报告总共有22页 其中在第三页的介绍部分,这家FBI的白手套公司就宣称,中国在蓄意安排量子物理学者去西方顶尖院校学习 然后通过不成文的协议要求他们回国以支持中国的科研,以此暗示中国在量子物理技术上的领先是偷来的 不仅如此,这篇报告还展现了非常可笑的证据,几乎都是对中国媒体公开的报道断章取义或歪曲事实而来 比如中国科学报发布的一篇题为《潘建伟,中国人也可以做很好的科学》的公开报道 潘建伟提到当年,他为了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建量子物理实验室 把一批有志于从事量子物理研究的原型学生送出国门并约定,学成后必须回国 这不过是潘建伟为了组建他在中科大的量子物理实验团队,而由他与学生进行那种约定 可这却被断章取义,歪曲夸大成了某种中国国家层面的阴谋 不过这还不是那篇报告最恶毒之处 因为这篇报告居然还将中科大24名物理学者的名字 他们曾经留学国的外国学府以及与他们有合作的西方学者通通罗列了出来 实际上美国华生的邮报在报道这篇报告时的操作就已经有点骚扰的性质了 在该报刊登的一篇名为《中国顶尖的量子物理科学家与军工企业有关联》的报告中 该报除了向潘建伟讨要回应 就根据报告上罗列出的西方学术机构名单 找到了这些学术机构的学者 要求他们就报告中根本对潘建伟等学者和学术机构根本不实地指控进行回应 有中国学术界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美国通过这类套路对中国学者和与中国学者有合作的外国学术机构进行打压和骚扰早已是常态了 这也是为何很多时候中方只得多做少说 甚至减少对科学家报道的原因 因为一句很普通的话都可能被美国的情报部门 以及配合这些情报部门的媒体或是白手套机构歪曲成为栽赃污蔑你的证据 theor了 走 。 点 。 谢谢大家